等着这个原理原则来看今天我们地球的环境 我们居住的大环境 现在人心贪嗔痴慢加速度的在增长 把我们这个大环境 这个大环境原来是美好的环境 现在把这个环境破坏了 这个不就是风水随着人心转吗 大环境如此小环境也不例外吗 明白这个道理 那就像过去金山河佛所说的 金山河佛是俗称的 他是民国初年 正将金山寺的妙善法寺 这个人在世 他的形象呢 确实有一点像古代的济公长老 那个样子 也是表现得疯疯癫癫 实在讲 他所说的话 他所做的事 真正是如来似也 他曾经有一段呢 讲到这个算命的事情 他说得很好 算命的先生 连他自己的命都不知道 他怎么能知道别人的命呢 他搞算命这个行业 他是要赚钱生活 他哪里能算得准啊 他是算命呢 算得最准确的 那是谁呢 释迦牟尼佛 那是最高明的 算得最准的